就是这样了 今天看上去好像够饿了 因为八真煎鸡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好吃当然好吃 由小吃到大肥厚一点 煎鸡也是这样的 但最重要是新鲜 很好吃的 很爽的肉 我们都是第一次吃的 有一只叫做姜蓉 沙姜 我都吃得少了不少 这只都算邪惑 在广州来说 够大只所以才有这么胖 还有皮是很脆 大家老老乱乱 儿子一堂坐起来多开心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就是冬至 12月22日 今年冬至是22日不是21日 今晚就约了家人去幸运楼吃晚饭 父母、舅父、老婆、女儿 面前就是广州起意路 一直往南走 就会到海珠广场 我经常说中山五路 面前这里中山五路 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果有在广州住的观众 其实就不需要我多说 但其实这几年变化都很大 如果要去北京路游玩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正如我之前所说 其实这段 就真的没有去南边那么清楚 面前就是公园前地铁站 撕出口 你可以在这里出来的 如果在这里出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有更多古迹 比如说对面的公园前 中央公园 又或者在前面转左 可以去到财厅 甚至在前面西湖路 往右转 可以看到西湖路和教育路 大佛寺各种 还有西湖路 我忘记了 西湖石的地方 记得是若州为止 若州为止是免法开放的 但里面不多东西看 各位到时候 农艺新年之前回到来 要走花街 从哪里开始呢 应该按以往的经验 就是从这里开始 前边有一块绿色的东西 因为西湖路是必经之路 往右转 就可以走花街 接着人走在 在这里对面 有一个大商场里面 也有很多餐厅 但不是那些很老自豪那种 新派的什么越南菜 泰国菜那些 再往前走 这里就有五月花广场 在那里是可以 下得到地资站 因为公园前地资 是非常大的 据说今年是最冷的冬至 好像从1996年开始到 现在为止 今年是最冷的 今早凌晨 不是凌晨 8点钟 4摄氏度 看新闻 香港大墓山 是零下的 至于面前 就是西湖路 冷一点才有气氛 附近就有很多古迹 我怎样走好呢 带大家在附近走走 因为我要等老婆 在中山路这里 是可以会见到 有一种双层巴士 但是上站的位置 不在这里 应该在 这里对开中间 不对的 应该往那个方向 大概13钟的方向 走过去 那么巧我们今天 就在这儿 走一下 西湖路 因为其实 通常 如果和老婆来 走北京路的话 其实西湖路 我们来到最后上地铁 很多时候都不会 说太多 还有 会很黑 是和家人吃饭 不同 我和老婆 甚至和女儿吃饭 可能会适合一点 都会到处走 吃饱饭都要散步 又或者带爸妈走 不过我爸妈 都不用我带他走北京路 其实他都比我熟悉 我小时候 在附近长大 他都熟悉我 不过他可能会 讲一些历史给我听 包括我舅父都是 因为我舅父和我妈 是在广州市 第13中学 读书的 以前我也都说过 有观众如果想回到 广州部旅行团怎么办呢 我首推就是广之旅 国企来的 广州是国企来的 广州市政府旗下的 岭南控股 然后呢 有很多观众可能会说 究竟如果拿护照 或者回乡证报报的名字 你问他就可以了 他们会很清楚的 因为国企人他们熟悉的 至于旁边的天天假期 我就不太清楚 应该都是大公司做的 再来旁边还有康徽 金马 后边还有一个新进的 叫葵程 强烈建议 说之类 它是会有很多 很多优惠的 甚至乎 我虽然不会用这些字 叫做垄断的 因为它会包了一些景点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行 也会看到有些政府建筑物 再来对面 这里拆了 我记得里面是一个书院 书院应该不能拆 但已经变成这样了 例如这里 写着康徽旅游这几个字 这里用建筑物 其实都是很有历史的 我憑印象的 还有我小时候都在这里 长大过了 外婆在这里附近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以前有间茶餐厅 对 茶餐厅没错 但是叫什么名字 我当然不记得 这里可以称之为 广州的一条旅行社街 虽然不多 但是大型那几间都在一起 说之类 继续往前行 如果转左的 就可以去到教育路 即是大佛市的方向 如果不继续转左 我继续一直走 穿过书方街 就会见到大南路 所以我常说 大南路为何来北京路 这么方便 来看大佛市 这么方便 就是有原因的 如果入书方街之前 一个路口转左 就是吃日式料理 那一堆 这条街都有一些小吃 我未试过 不知味道如何 但应该都很喜欢 吃得很开心 又有炸物 和南朝街 又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街 还有之前试过 炭老鸡煲的老婆 每一次说起炭老鸡煲 她都会说起这间 可能当时 因为刚刚开始冰了 有很多货都是库存 所以表现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也不会再试 大家看不看到对面 就有一个很古旧的建筑 其实那里就是药州为止 就是我先所说 免费进去参观 但其实不是很精彩的那个 既然你刚刚来到 看看有不妨的 再来还有隔壁这个 才是精彩的 我想我的观众 其实应该不会太喜欢 但我想我女儿来到 就很喜欢 是吃什么吃鱼蛋 但她就做到 好像很日式那些 居酒屋 又不算居酒屋 坐在路边那些 整个棚那些 然后你就对着师傅 师傅说我要一寸鱼蛋 我就给一寸鱼蛋 最后的埋单 都做得挺好的 好不好吃就不知 我看上去都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试一下 就是这里 现在这个时间 当然没什么人 对不对 又有这些火锅面 35元其实有OK的价钱 不算很离谱 如果喜欢看粤剧的 就一定是越来这里 南方剧场 每年的营昌花市 就要竞投的 竞投摊位 就会在这里做 可能今年没开始吧 我不知道 有什么气体 在那个卖票的位置 就可以买得到 我进过去都挺大的 往前行 如果往右转 就会回到起义路 对面这里教育路小学 但是就已经没有在这里教学了 再来对面 看到一行行 都习惯了在店铺呢 因为它是学校的物业 所以不能出租 但是如果在以前的话 我父母那一辈 到大概这个时候 农历新年前后 就会来这里买衣 即那些很古代的衣服 买衣过年 如果继续往前行 就是先头所说的一堆日式料理的街 如果想去北京路 但是又不想看大佛祠 其实走那里是会方便一点的 但是如果非要看大佛祠的话 走这路转左 但现在这么早 大佛祠一定是未开灯的 我就决定往前走 走过去 在这里旁边就是广州市教育 面前这栋建筑物 如果说到在北京路多的食物的话 除了在北京路地铁站以外 近公园前地铁站 你就只能来到这一堆 小食也有 比如刚才的鱼蛋 又或者对面的百花甜品 不过跟文德路文明路那一样 是不一样的 再来走前面就是那些日式料理 韩式料理 都有一两间乙菜餐厅 还有怎样都得都有 这间叫鸳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集影片 当时我和老婆和女儿都来喝过 那时还在疫情期间 然后喝下去都挺过瘾的 还有这个西关名记腸粉 都是连锁店 跟欣宁路 还是龙津东路 都是交界处的名记是一样的 可以试一下 还有坐得挺舒服 之前先头我所说的 卖外贸衣 old school 衣服 其实挺有型的 可以成熟一点 这里就是我先头所说的名记 有这个西关牛杂煲之前 早几集都说过 88元牛杂煲团购 现在坐得舒服 又有东西喝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会越来越多 先头所说的 卖衣服的店 例如对面也还有 其实别人做了生意 说完其实还有市场 还有人是会买的 是的 不过就不是我们这些 教育 又有改衣服的 以前这里还有个喝啤酒的地方 买鞋子 其实除了来这里买 去奔奔时装都会有很多 如果穿这些 外府见到我 他一定会 即如说第一面那种 他一定会觉得 很放心 把女儿交给我那种 继续往前走 前面这里 往右转就是 闫云西街 九耀坊 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就是我常说 小时候 妈妈会带我闫云西街 那里买菜 我不记得是吧 我记得小时候见过 她带我买菜 见人汤黄线 是很恐怖的 今晚可以问一下她 又说一下具体位置 在这里一路走出去 之前曾经介绍的酒店 地方不大 但是地理位置极优越 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九耀坊 这里一走出去就是 还有可以走出去买球鞋 这里就是重新改造的 闫云西街 里面还可以玩猫咪 猫咪咪咖啡店 闫云西街 都是一条很有历史的行动 继续往前走 越来越多日式料理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很多日式料理都变成韩式料理 以前这里几乎全部都是这样 现在就只剩一间两间 这个都不做日式料理 以前都是 这边还有一笼拉面 不知有没有机会试一下 我记得在珠江新城吃过 是否正版那间应该是 因为越秀区的道路特别合级 这里是单行线 两边还要停满车 不过这些是市政或的停车位 合法的 停车里面很贵 我经常说很贵的市政停车位 就是这些 最贵一个小时可以到16元 至于这里 叫盐混世街 通常我们会这样叫 不会叫盐混世 盐之后这里还可以买些盲公饼 盲公饼 但我没买过 再来又有 这个都变成麻辣汤 以前都是吃寿司 很出名的 只剩一间叫福岛 不知还有没有做 这个是福岛料理 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 但现在未够钟开门 现在已经变成吃烧料了 旁边这里就变成喝咖啡 真的很喜欢喝咖啡 当走过一串 吃日式韩式料理的餐厅以后 你就要作出选择 一直走就是盐混世街大南路 Movie去 哇 真是厉害 全部都是猫咪 68元 一个人 有东西吃的 有东西喝的 还有可以买些东西和猫咪玩的 挺多的 这里这间又是米芝莲 你真是想不到 是西关竹园 再来的车上 有只狗 可能它闻到猫咪的味 小朋友如果来到北京路由玩 我想他们最喜欢教育路 还有西芝莲这边 又有韩式料理 我吃过都OK 不算太贵 旁边这里玩龙猫仔 在前边往右转 就是文记煲仔饭 永远都没有文记煲仔饭 还有怎样都可以的 大家如果回到北京路 可以作出选择了 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不来呢 因为这些都不是我老婆喜欢的 我都是遵守她的 比如韩式料理那些 她永远都不会进去吃 吃过日翅这么大把 日式料理都是去 寿司狼这么大把 而且还是女儿喜欢她才肯去 所以如果通常我自己拍摄的时候 都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都有些出品是不错的 因为我去过其他地方 中国的其他地方吃过 跟广州那些比 广州那些日式料理比 真的差几个档次 我说的是大城市 不是那些二三四线小城市 大城市哪里就不要说了 面前就是书方街 已经可以看到大南路 在这里往左转 就来到这里应该是西湖路 韦福东路 韦福东路就开始热闹了 在前面往右转 就是北京路地铁站 在这里就有很多东西吃了 又有柠檬茶 又有牛肉酥 这边是日式料理 旁边又是日式料理 不过大多数不会再做刺身 那些东西 就是人们不敢吃的 等时间慢慢过 还有冰室 而且不要看地铁站 其实上边都有他们的铁站 坐得挺舒服的 再来 还有 韦福东路排队之王 如果今晚要吃的 现在就要排队的大头 现在差不多5点 我想迟多半个小时就满座了 就在这里 如果要吃的话 在西湖路这儿入来 韦福东路这儿入来 因为其实做得挺正宗的 而且价钱不算 超贵超贵 因为他们的主理人 厨师都是越南那边 而且广州要进口越南的食物 并不是太难 你说做隔楼筋 就说正宗你都不相信 但是越南菜 而且广州的气候 次次地去越南 不过这几天 往前走 就会见到左手边的光明广场 下面有看一个 南越王时期流下来的水渠 免费的星期一闭馆 在前边这条路走过 就过去北京路 我就会继续往前走 再来还有这个文顺老婆 之前和老婆和女儿来吃过 都OK的 至于上面的椰子鸡就没吃过 这里其实以往都经常会和大家拍摄 由疫情那时到现在 我也不再花口水 花时间在这里说了 大家会嫌我暗沉的 我现在就在前边往右转 过去北京路铁站 会合老婆 然后就去幸运楼吃饭饭 到时候再说 compared你们一起来 就去北京路铁站 开点 那么шие 老婆说想试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就是八真饺子了 前几天还说过别人的八真饺子 今天试试吧 由来这家我从小吃到大这家 走过肚饿 通常吃晚饭这些都是很晚才有饭吃的 要一份豬红汤加饺子 应该是这样的 27元那份 好 我们又来吃小吃 今次的豬红汤多一些韭菜在上面 还有大舊一点的 这里是八真 这个是套餐之一 豬红汤 单买都好像十几元 热粒粒一定好吃 是不是刚刚煎起 都飙烟的 就是这样 今天看上去好像够热 因为八真煎饺子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好吃当然好吃 从小吃到大肥厚一点 煎饺子也是这样的 但最重要是新鲜 很热的 嗯 很厉害的胡椒味 就不像早几天吃的那个叫做姜味 还有韭菜 我很喜欢韭菜这样东西 饺子应该少得来的 真的很热 就是这样 今天的饺子挺好的 嗯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这间店我好久没回来 但是这间分店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就是八真煎饺子 要来这里吃呢 当我吃了第一只煎饺子 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些 蒜蓉辣椒 那如果呢 鹽洁那头一 其实可以加少点醋 不过不加 我们呢 就会带大家去那些 是北京路的老字号 老字号就一定是真的 因为小时候就住在对面 走进去那条街 以前这里还有当吃笨蛋的 大概在刚才呢 很多人拍照的那个位 即是交界位 即是大南路 和北京路交界的位置 嗯 吃煎鸡 要看每个师傅的出品 他又不是说很预製的 这间和那间不一样 都很正常 但是当然 那些馅的比例 和饺子比例 当然是一样 煎的呢 就不同了 今天呢 就没那么焦 老婆呢 就说喜欢焦点 我接受到 之外呢 就试一下猪红汤了 咦 这里 有很多 在外边来打工的人 他没有办法 和家人吃饭 那当然是趁着今天 因为有很多公司 是会早下班的 早下班 早两个小时下班 那当然来北京路走 嗯 嗯 嗯 很滑 那些猪红 猪红汤喝完了 超暖 吃了几只 应该是吃了两只 继续吃饺子 这些好过喝奶茶 嗯 真的 好了 我们又吃饱饱了 都未算吃饱饱 小吃 大家回来真的可以试一下 最过瘾的地方 就是要 就是会 不要说飘发不定 要看心情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广东菜都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印出来 不如去吃某单某 对不对 那 因为 饺子 这一件事 是我们中国人心里面 一个很深的路印 当然 到东子 很多人都会吃饺子 但是 嗯 当然 北方居多 我们 广州 饺子 煎饺 居多 以他作为一个代表 而且 他是 月秀区里面的餐厅 我说 老字号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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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字号餐厅 大多数都是西关 就是黎湾区 前面还有食凳品 还有他 在我印象中 我作为一个月秀区人 我都真的不记得有多少 他是其中一个 我记得的 我先头说 食凳蛋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怀旧 骑楼基的字下面 进来这里了 今晚 既可以点 这个套餐 又可以单点 看看有什么 我们先看对的 就是这个 因为今晚 五个人 所以 这个四到六人 最好 加个羊腩煲 有烧鵝 又有 碧鹿炒奥 大我 那是大字 魚肚羹葵花鸡 葵花鸡 好 又有桂花鱼 和花菇 这个 花肚 菜胆 花肚是什么 花胶 花胶 鱼肚 还有糯米饭 和熊远远 我觉得这个好 起码有这么多食物 再加个羊腩煲 这个好 我很满意 看下边那些 还有 10至12人用 1980 这个多个蝦 多个 黑醋 果子骨 牛肉粒 桂花鱼 后面这些一样 葵花鸡 都是自日菜 2560最贵的是 这里有羊肉煲 多一个 至于这个 节庆菜式精选 也是很多食物 一一细数 当然 有大餐牌 看看价钱 贵妃鸡 烧肉 挺好的 花架 包心仕肚 今晚我们就坐在这里 因为旁边的大厅 已经满座了 这个叫鱼耳厅 肯定没有旁边的厅 那么阔落 那么大 但也不小 至少看见 也有三十张桌 另一个送上来的就是羊 因为今天是节鸡 所以比较好 多久 哇 这个叫做 瑶柱鱼肚 挺好的 给大家看看特色 好像以前吃的 那些马蹄爽 是不是这样叫的 马蹄粉 会不会落得比较多 还是怎样 应该是这样的 味道好 很鲜 有浮皮 有瘦肉 这个 大家觉得是浮皮鱼肚 因为我 平时吃得猪肠粉多 吃不出 还有冬菇 这道菜 味道怎样一回事 这里要给它拉 你这么多东西 如果想先上鸡 我都能接受到 但是如果 遇到羊 就一定是最好的 当然先喝一口汤 这些就是 会做的 厨房 不是一泥 做个炒饭 真的不行了 味道很浓 好 第二 三道送上来 就是烧鵝 我们好像第一次来这里吃烧鵝 今次可以试一下 还有葵花鸡 葵花鸡 很好吃的 很爽的肉 我们也是第一次吃的 有一只的 有姜蓉 沙姜 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都没问题 可能真的 因为今天客人太多了 烧鵝 是不会有一个炉在下面热 因为始终今天都挺冷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炉热 就完美了 不过不需要那么完美 至于我 现在当然先吃鸡 选择我最喜爱的部分 这一块 你看这些 这些就适合我了 碱满姜葱的碟 又够大 不像昨晚那样 那个碱这么小 好吃贵好吃 那个姜葱碱真是小 花鸡很出名 我记得专门要去南沙百万葵园 那里吃的 在白天鹅宾馆都有这道名菜 很多餐厅都有做 以前很贵 现在应该便宜些 鸡胸肉都不会太硬 都算爽口的 但是如果牌子上没有写 我觉得跟我们平时的羊山鸡差不多 在这个时候 就试试笑我 老婆也醒悟 DIY了一个暖爐在下面 反正肥的 烧鸵就肥一点 而且它是这种皮 哇 真的很肥 这个烧鸵 哇 你看看 够淺了 不过肥的 就点点酸梅醬 因为始终今天真的冷 因为酸梅醬都稠一点 老婆说的 老婆说的 试试说真的肥 真肥的 我也吃得烧鸵不少 这种也算邪魔 在广州来说 够大只 所以才有那么肥 嗯 而且皮是很脆的 来到现在 7年 就是这么多人 很多人今天没有一早下班 所以 刚刚才 只是坐柴人 这个时候就最开心了 广州人 中国人 是很讲这种家族的团聚的 一年团聚最多的时候 当然是冬天 农曆新年的时候 一切就以这个过冬 作为 开始 聚幕 連终 每个月都有饭吃 哇 厉害 我再试一下葵花鸡 有一块最美的 给老婆夹了我 夹了我夹第二 有少少见蚝 哇 这一件 白切鸡 当然不要太过分 其实呢 天气冬牛怕的 你看看 拜神 鸡拜完神 那当然是冬的 肉都会拜神 但你有没有听过 烧鸵拜神 我就没听过 但是鸡拜神 一定是要拜神 不见鸡是不行的 就是这样 被我咬了一口 够日子的鸡 还有他们的姜葱 做得挺好吃 够爽够滑 里面的味道不算太多 是比较清淡的 有姜葱好吃 接着就来到青菜 上面有少少海鲜 这个就叫奥带 奥带 从字面意思 我们理解 就是带子 来自澳洲的带子 还有这里最有趣 这里有鸡蛋 鸡蛋不能吃的 是摆盘 还有它们摆盘也很有意思 这个是其中一个 其实鸡的摆盘也很有意思 我不客气了 先教一个奥带 和一个西南花 很好吃 继续讲讲奥带 挺好吃的 有时候带子很容易煮得老 它又不会的 而且献汁不算太多 西南花也是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西南花的人 但是它煮得挺厉 接下来到这个了 这个也不多说了 生菜 花菇 蔬菜 这些 这些菜 生菜 就可以切了头 一定要一大抽 是的 一定要一大抽 这些叫做折日菜 这个时候 糯米饭也送来了 我又吃一下 因为早几天吃过 这里的糯米饭 是黏身一些 会黏住一些 就不像早几天 大家看到我这样画 就知道 早几天更倾向似一个炒饭 这个是糯米饭 哎呀 已经摸不住了 试试 又没办法 不用来比较一下 这个是黏一点 对不对 说一下糯米饭 如果在一个茶楼 饭店里面 可以弱度 但是如果跟那个小吃比起来 就真的有点疑实 因为别人家那个是 只是做糯米饭 最出名的 对呀 今天煮这么多味 平时这个厅 可能不开 老婆说 不奇怪 或者在婚宴的时候 30多 在这里摆走 挺好的 接下来就到糖水了 哇 这个红豆沙够了 都没见过这么绵的红豆沙 还有里面是有粒汤圆的 小问题就是 因为始终可能 真的今天太繁忙了 到最后两道菜 竟然还没上 就是羊腩煲和鱼 羊腩煲 怎吃这些人一口夹 吃糖水 挺好 它那个红豆煮得很好 很美味的 为什么我要先吃红豆沙呢 其实应该放最后 因为天气有点要冷 放最后又冷了 对呀 放最后就变成红豆冰了 所以就先吃了 新鲜热辣蒸上来的桂花鱼 煎得很漂亮 哇 是这样的 不过我不太喜欢吃鱼 我觉得漂亮 未必是漂亮的 新鲜就好吃了 就是这样了 因为呢 有时候 中国人呢 都是要讲一下 情怀 讲一下意头 有鱼才可以的 大时大致 这么多怀是这样的 是不是 正常 正常 在我后面 那些上菜的车 车来车往 有些 部长还要一个人拉两部车 嗯 其实这些情景 都挺令人高兴的 因为 这么多年了 你说去年呢 去年始终也有人 种着焦 还有都不言而遇的事情 就没有这么开华 今年呢 肯定开华一些 该过去都过去 大家老老乱乱 仔仔一堂 坐在一起 多开心 到羊腩煲了 羊腩煲 因为这个是套餐以外的东西 是挺稠的 过时过节都是这样的 有马蹄 腐竹 分量又不少 这个多少钱 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多少钱 埋单的时候就知道 腐竹 是挺好吃的 不过呢 羊腩煲 我觉得好吃 是无用的 要他觉得好吃 我喜欢不大肥 量不小 是吧 你说低到六个人 是 这一餐呢 不算羊腩煲 它标榜是四到六人餐 是吧 我当六人呢 根本没有办法 你说十二个人吃这些 又好像貌似寒酸了些 但是如果排除寒酸这两个字 这些绝对是足够的 五个三二 是十个人 羊腩煲 好了 我们又吃饱饱了 价钱最终是一千元出头 套餐是八百多 羊腩煲就一百八十八 四到六人 一本上六个人 是的 这里最抵赚最抵赚的 就是分量 即是无契 我们三分一都吃不到 如果 你说 可能今天它重手一点 不会 上次我们吃了一半 就是带子差不多清晒 烧鵝差不多清晒 鸡都够了两个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天气比较冷 大家会吃得比较急些 始终因为过节嘛 人比较多 上菜是慢些 都很正常 如果放在平时 大家都见过我们拍摄的 不会太慢的 今天也是来感受一下气氛 现在是全部那些 平时我们的小桌 全部变成大桌 全部变成大桌 即是大厅那边 今天我们坐偏厅 我们又走一街 今天往左边转 去新商场 都是星期五的北京路 好像上星期五 都是来过北京路的 潮道真是没得谈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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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气温回升了 现在有10摄氏度 今早更可怕 只有4摄氏度 这个就是我们私留吃饭的单 为什么有两个手指 因为这张是一张照片 羊肉煲188 那套餐呢 8200 挺好的 茶位收 8元一盒 饭盒 1元一个 没说乱来的 收钱 1061 哎 这个名字很红 哇 吃雪糕啊 这个好吗 吃雪糕那么冷 不要了 全都是这么多人 这个是 这个是 就算是疫情 封路的时候 都是这么多人 不知为什么 中国人总会有一个梦 有波骸卖 前面这个位置 以前是G2000 现在已经变成 保罗运动了 我记得在 顺德步行街是见过的 保罗运动 其实这都好像很出名 不知道 说明它实力红厚 可以在北京路 租到铺 都不简单 前面那么多 一盏灯那里 就是 通方案大南路 写着2024 那个地方 还有还有 前面有件事 很有趣 不知道今天拍不拍到 这里 叫导南深处 细涌涌边排骨饭 这里 它门口有个牌的 让我看看 找不找到 这里 这里 串 朱子 项目投诉 搞得紧人消费 所以说 进来这些人 真的不懂得走 先头未天黑之前 就走过慧福路 当时都很热闹 现在更热闹 但是老实说 不是我见过最热闹的一次 有时去到 五日子的时候 好像更夸张 因为始终 今天不是一个放假的假期 就是要上班 虽然有很多老板 都会提早下班 一两个小时 但是始终不是假日 就不是假日 我女儿是醒目的 她说今天澳门是放假 为什么 回归多少周年 我考考你 1999 是吧 到现在2023 是不是25年 应该没错 24 sorry 哇 这里这么漂亮 潮流 就是以前的潮流 好 不过我们又回到这里 斜对面 就是先头我们吃饺子 在那里八真煎饺 你说是否真是好地头 你可以去八真煎饺 吃饺子 出到来就是这样的景 去买杯奶茶喝一下也可以 挺漂亮的 终于我们又回到北京南了 前边就是北京露地的站 我们今天就打算来这个商场 简单走一走 就真的很简单 没什么买的 就是前几集 有一集去吃煲仔饭 我就说香港人饭店 香港人饭店 新开店 还在那里楼下 撞到观众 就是这里 有些什么 有香港人饭店 我看到 好像有永远吉之岛 不肯定 我是这里 没错 这里出去就是天字码头 有人跑得多快 多开心 牛生 过不了 好像有吉之岛 有没有 好像有 没有 没有 有什么商场进展 哦 河马先生 哦 原来有咖啡店 有卖球鞋 小米 开心麻花 不知道是做什么 是一个剧场 难道在开一个剧场 还有牛肉火锅 哇 这些字很小 还有瑜伽 卖球鞋 这都是越海集团的地方 小丸子主题 这个商场是 是 小丸子 但除了小丸子之外 其他角色我都不记得 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 花伦同学 好像是吧 这个女孩戴眼镜 真的不知道 嗯 是啊 不是 老友同学 就是这里 樱桃小丸子 还有 还有 那个 齐阴的同学 有很多 食物 波士顿龙虾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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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菌 这么长呢 始终在路成区 就没有觉得 好像去到 那些很大的 楼底 那些这样的 样子 这里好像还有 超市 不太记得 为什么我觉得有超市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 上次去吃煲仔饭 那天 我又说遇见观众 我看到他们很明显 是来买日用品的 我女儿 就想来吉斯島行 我记得有 但来到好像没有 可能真的商场太新了 很多店铺都还未开门 有些卖衣服 是一阵装修味 所以大家如果回到来的话 遲止过多个几个月 可能会好些 因为来店铺 又未开门 只有这些 夹帮仔机 段古典 回到北京路夹帮仔 没必要 是不是 走走西环街 也好 前边就是 向裙 大家都看到 OK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简单走回家 因为时间都不早了 不过明天 明天星期六 是不用上班的 好 下集见 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们点个赞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